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TC模玩秀,我是TC 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,TC是第一次和大家录了一期字帝的教程 给大家总结了很多新手字役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得到了很多小伙伴的支持,当然也有不少小伙伴指出 最后的成品效果,头相对于身体来说比较大 一来,马克50这颗头雕比上一代的祖传头是要大上一圈的 如果把这个头雕去搭配一些比较修身的衣服,是会出现一些头大的情况的 为此TC再次进行了调整,把马克100的这身纳米运动服换在了原先的AT025素体上 而之前的那身黑色安心热的套装则换到了我之前增过机的MX02这个素体上 头雕则是用了TS001,也就是1-4马克43的第一批第三方缩小头 念起来好凹口啊 不知道这次的效果如何呢? 左边的打一,右边的打二,选出你最喜欢的托尼吧 好的字帝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我们享受的就是这种不断不断去完善它,去完美它的这样一个过程 未来呢TC准备去收一些合适的银色手镯啊 不但能遮挡手腕的关节啊 等合金马克7到了之后呢 就能还原《复联衣》当中经典的跳楼宽盔甲的场景了 你都会 此为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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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 不可能 还有小伙伴私信我说 想看托尼的西装自立教程 这个一定会做的 大家不要着急 西装的自立工序和准备工作 都要复杂很多 TC会好好准备的 大家想看的话 别忘了持续关注TC魔玩秀的频道 我是TC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